大家好 我是上青雅雄 自己为了上海水晶雨采放了一位 江苏救灵的小姑娘 因为一上来伟年 还能记得死兵 可能你还没得 那么今天我来到的地方是 我们可以去抵折什么语 又一位而且上了个毛病 来到请听听会也故事 好吧 我呢就是 以前都跟大家一样上班的什么的 后来呢就是在 2021年的6月份 就是两年多前 嗯 然后呢那个时候就是膝盖疼 膝盖疼 膝盖疼 就是正这个位置 就是那个疼嘛 然后呢就 谈到一个多月嘛 才去医院看 嗯 去看了 然后当时在松脚那个医院看 他说你这个有点问题的 然后 我一听他说有问题吗 我知道上海6月不是挺好的啊 嗯 不够的 结果那个医生 拿了我的报告 我当时看到他的手就是这样 就是就是这样 我说医生你别吓我啊 我说 我说我在网上看 你说还要节肢呢 嗯 然后他说 你这个不是节肢那么简单的 那当时因为我老公也在电上吧 嗯 我就一下就抓着他 就就说 本来我说节肢是开玩笑的 说 嗯 结果他说了一句 你这个不是节肢那么简单了 嗯 那很很怕 那一下子就有点吓懵了 他就给我开了那个住院单 当时我就想来 怎么还要住院呢 因为当时我还能走病 当时还是可以走路的 嗯 嗯 结果住了院嘛 住了院 然后呢 结果那个病房里面都是比较 鼓肿瘤啊 有的是 有的是已经截至的 有的已经截至掉了 你病房里面 对 然后还有的在化疗 那那我自己心里也有数了啊 嗯 我就有点害怕 然后结果医生当天就给安排了一个 穿刺 就是要也是全满一个手术 然后把这里面的一点东西取出来 去化验的 嗯 化验出来怎么说啊 直接就是骨癌 直接就是骨癌 然后当时自己也查 就说截至的话 会治愈力高一些 嗯 然后那个我就跟医生说 要不要直接就截至吧 嗯 然后医生说 如果说你这个病直接截至 治愈力会高一些的话 那么 我们还要那么多治疗干什么 那只要是生了这个病 就直接急了 对啊 医生说的话也对 对吧 嗯 然后他说你首先要先化疗 嗯 然后就在我这里 这里就是 这里 哦 装了一个输液杆 就现在挂水 嗯 前前后后从你查出这个病情到 治疗结束花了多少时间 两年零三个月 嗯 就是从2020年6月份到2023年的9月份 嗯 真正才结束 就是说以后只要复材就可以了 在这个之前就是每21天去一次一遍化疗 两年零三个月 对 总共花销了多少钱 自己拿出来就是所有的报销完 全部弄完之后 嗯 自己用掉了46万左右 这个是自己就是自己花掉的钱 嗯 那就是如果说社保不报销的话 要70多万 你在积极治疗的这段时间 你是没有收入的 是不是 没有收入 因为 因为我不能上班嘛 嗯 然后呢 就是 你以前是做什么的 我以前呢是在生这个毛病之前 嗯 开店的 就开那个小朋友玩的店 嗯 然后开了才半年 嗯 就是本还没捞回来 嗯 然后就生了这个毛病 嗯 知道了 嗯 所以运气也不太好 嗯 就还没开始盈利 就那个 就后面有这么多花销 对 然后这生病这两年多嘛 嗯 因为花费也很大嘛 啊 然后都是 家里那个亲戚朋友啊什么的 嗯 能借的都借了 能借的都借了 对 他们肯定满给力 你是你是哪人啊 我还没问呢 我是四川人 四川 四川哪大 四川达州 哦达州我知道 是一个山里面 我知道我知道 我去过 去过 我还去过 嗯 然后呢 我跟我老公两个人呢 嗯 我们现在上海打工认识的 他是苏州人 苏州人 对 然后呢 我们在上海打工认识的 然后结了观想两口 其实我觉得收入虽然不高嘛 嗯 但是也蛮幸福的 就是 啊 后来小孩有了 有点压力了 所以我选择开店了 嗯 结果开店开始到 本来是蛮顺利的 结果新的这个毛病就是 所以意外不知道 哪先来嘛 今年我不是九月份 已经结束治疗了 嗯 结束治疗呢 我自己在想着 要可以开点 开那个 在网上做点小生意 嗯 然后呢 抖音直播什么 开一开啊 嗯 结果 也做得一般啦 不太好 然后我本来就是想着 我不是 因为这样 我是残疾嘛 嗯 然后有的单位 不是需要那个 残疾的病人 可以去 就是有爱心岗位 对 我其实在 十一月份的时候 有一个这样的 就是 找到我 就是三千块一个月 嗯 然后每天只要上 六个游戏班就可以了 做什么的 是做助理 行政助理 嗯 行政助理就是 他可以就是 你坐着上班嘛 嗯 因为我现在不适合 长期的走来走去嘛 嗯 三千块一个月 我都觉得挺好的 我都想要去了 结果那个 我老公说 你不是还要尽量复查吗 嗯 行不行 嗯 就一直犹豫着 没去 没去完了呢 嗯 那个我就在抖音上 卖卖东西什么的 嗯 今天也能挣个 几十块有时候 嗯 我觉得日子也过得挺好 就是也还有希望 至少 对 有希望 嗯 结果就没想到 有 又住进来了 嗯 我正想问了 你之前都已经看好了 怎么现在又住进来了呢 想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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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赁 起格来